谁都没有想到相声演员曹云金正式转型为美食主播了 由于疫情的关系 相声会馆不能营业 为了自己的事业 曹云金曾经开了直播想转型当主播 只不过对于自己开播就要挨骂的事情 曹云金估计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没有想到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网友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敌意 毕竟和郭德纲的事情已经过去良久 和老婆离婚也是之前的事情了 他估计依旧没想明白网友们介意的是什么 眼见着直播效果太差 社会观感也不好 曹云金也是索性转型做了美食主播 只不过过年期间 曹云金基本上是每天在更新自己的一日三餐 只不过在做饭方面 曹云金还是挺有天赋的 每天吃的都不重样 而且手艺挺好 一点都看不出来主页其实是一个相声演员 当然所谓的转型为美食主播 也就是隐形的带货主播 曹云金厨房里的各种调味品 锅碗瓢瓣各种食材 都是边向的带货 给厂商打广告 不知道成了美食主播 能否弥补曹云金在相声事业上的损失呢 就会发生了美食主播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